上个视频我们解锁了金星结合点 并且获得了同伴塔克桑的蓝图 这个视频我们要收集材料 制作氏族钥匙和同伴塔克桑 有了氏族钥匙 我们才能进入氏族道场 去复制战家齐天大圣的蓝图 而同伴能够自动帮你拾取敌人的掉落物 我们再也不用一个一个自己手动去剪啦 金星结合点奖励的回蓝光关卡目准期待 大家记得升级满以后装配上 这两样物品都需要聚合物素作为材料 而聚合物素则在金星掉落 我们可以去金星一边开图一边设计材料 我们先去看金星GIGAT这个剪灭任务 金星的Coffice的敌人会掉落聚合物素 整个任务下来我们一共获得了111个 轨道飞转且往制造厂将氏族钥匙制作上 制作氏族钥匙是需要的其他两项材料 铁素体和非晶态合金 如果你是自己认真地完成了前面的任务 现在应该都是有的 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两样材料用掉了 铁素体的话地球就可以刷到 而非晶态合金只有当你开到火星的时候才能再刷了 塔克桑所需要的三种材料 铁素体 红化结肌和神经元 在地球都可以刷到 我们现在还缺少一个神经元 哈利亚决定先去地球的Eurea去碰碰运气 顺便将这的节点解开 破了两分四秒将节点解开 可惜并没有发现神经元 哈利亚决定再去地球的馒头找找 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很快完成的捕获任务 皇天不复有限元 居然让哈利亚连续找到了两个神经元的储存箱子 而且整整掉落了三个神经元 这下我们的神经元是够用了 接下来我们去精心的vprime生存任务 一边开图一边去刷我们缺少的聚合物素 讲讲折腾了5分54秒 才仅仅刷到了94个 接下来阿利亚去了精心onda的间谍任务 因为我们要打通前有水星的道路 下面是三个数据中断的具体解法 数据进铺A 解锁大门后乘坐电梯向下 打掉这里的金库摄像头 如果被摄像头发现会触发金库警报 小心的躲过这个激光罩来 被它触碰到你会被击到同时触发金库警报 解锁大门进入金库入侵终端 黑点完成 在前往B点的路上 阿利亚很轻易的发现了两个聚合物容器 一共获得了201个聚合物锁 这下我们的材料应该收集齐了 金库壁解锁进入后从右边的门下楼 下楼后请仔细观察墙壁上的通风管道 打开的通风管道能够将你带入金库内部 或者是将你带到金库大门前 如果管道是疯子的 说明通道在对面的房间 解锁大门进入内部 然后子弹跳跳到对面 解锁进入对面的房间 从墙上的通道直接进入金库内部 解锁数据终端 B点完成 金库C 解锁大门进入 前面这个开关可以关闭金库内部地板上的激光罩了 解锁进入后打掉头上的金库睡像头 解锁进入金库内部 手心里面的金库睡像头 解锁终端 C点完成 任务结束后 我们一共获得了254个聚控素 回到非常厚 在铸造厂将同伴塔克桑制作上 同伴需要48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 试图钥匙则需要12个小时 大家还且拜训等待